自律的苍蝇有多可怕 他拿火柴当作杠铃 将磁带当成跑步机 用灯泡的灯丝来练肌肉 很快他就拥有了八块腹肌 速度更是相当惊人 一秒十步轻松达成 配上九块九的大眼镜 再戴上金当狼同款的钢爪 他就成了超级苍蝇 接下来就是找仇人报仇 趁着仇人在做汗针不能动时 酷痴飞到鼻子上 迈着优雅的小碎布 在他脸上不断爬行 接着又钻进了耳朵里 男人瞬间气仰无比 不停左摇右晃 导致汗针车往下滑去 而对面有着锋利的尖刺 还好他一个转身 这才逃过一劫 到底什么深仇大恨 苍蝇要取他姓名 他叫大壮 几天前还是的舔狗 追了女孩小美三年 经过不断努力 小美终于同意交往 当晚却被富豪阿伟杀害 大壮死不瞑目 她的灵魂从身体升起 化作一道流光 酷吃钻进了苍蝇卵中 第二天 大壮破壳而出 看着周围的环境很陌生 看到旁边的同类才知道 自己变成了苍蝇 这时身后的沟水 宛如海啸扑来 他拼命地逃窜躲闪 眼看就要被急流吞没 危急时刻 终于展开了翅膀 可人类世界处处都是危险 差点被烟头砸死 差点被女孩拍死 经过七七八十一那 再加上他的主角光环 小心逃进了一个房间 看着眼前的小美 她飞了过去 小美就算想破脑袋 也不会知道 这只苍蝇是大壮 拿起沙虫剂 对着它就是一顿喷 阿伟掉在叶子上不停抽搐 幸好这时浇花系统开启 水滴洗掉了沙虫剂 它才捡回一条命 后来小美得知了大壮的死讯 它整天以泪洗面 这时大壮灵机一动 它飞到泪水旁边 用眼泪在桌子上拼出三个字 我是大壮 小美看到惊呆了 她试探性地把手伸向苍蝇 阿伟立即跳了上去 经过再三确认 苍蝇连连点头 并指出了杀害自己的凶手 就是小美的老板阿伟 小美决定帮她一起复仇 这天阿伟正在开车 大壮瞄准时机冲向了她 对着眼睛酷施一抓 阿伟非常疼痛 车子也随之失控 撞到花机飞了起来 与对面马路的擎天柱相撞 幸好安全气囊及时弹出 它才捡回一条命 可这时大壮在车窗上 写出三个大字 我要娶你狗命 虽然阿伟伤势不重 可她对苍蝇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杀虫技整天不离手 但她色心不敢 小美来探望她 阿伟还不断开油 可也只能先忍了下来 经过小美的精心打造 制作出了一副防毒面罩 现在丝毫不惧杀虫技了 直接撞向阿伟眼睛 这还远远不够 在阿伟健身时 大壮又扑向了她 害她差点被杠铃压死 挖胡子时 飞进美容师耳朵 差点让阿伟另丧刀下 大壮带上小美打造的钢掌 在小美的强化药水下 她仿佛得到了进化 力量再次提升 在电线上画出口子 引诱阿伟抓捕自己 让她拍到台灯上触电 还差点让阿伟从刀楼坠下 阿伟也吸取了教训 不惜花下重金 把窗户全换上了中国玻璃 做成密不透风 门口还加了红外线检测 一旦发现苍蝇位置 对着客人也是一顿胖揍 这下大壮没辙了 她只好找到小美帮忙 小美来到阿伟的豪宅 偷偷来到窗户旁 用硬币悄悄地凝松螺丝 此时阿伟走了过来 一只咸猪手搭了上去 抚摸着小美的肩膀 大壮十分生气 顺着螺丝钻了进去 一下就钻进阿伟衣内 对准她的肾疯狂输出 阿伟还在小美面前强装镇定 可一摸后背满手都是血 她再也装不下去了 赶紧把小美赶走 不然小命不保 现在去谈生意都要戴着头盔 好不容易弹成大丹 这时大壮再次出现 还飞到客户的脑门上 阿伟直接把花盆扣了上去 不仅丢失几个亿的大丹 反而要赔上十几个亿 全部身家也在苍蝇的骚扰下 烧了个金干 阿伟彻底崩溃了 她找到一个巫师 巫师告诉她 苍蝇是大壮的转世 接着在地上开始施法 地上亮起光芒 把整个六芒星阵围了起来 接着上升到空中 这往火焰中抓取一丝灵力 手掌向前一推 灵力瞬间进入乌鸦体内 乌鸦瞳孔立即变红 双爪锋利了不少 朝着苍蝇发起猛烈的攻击 但大壮不仅有着人类的智慧 还带着主角光环 不是区区两只乌鸦能抓住的 没几个回合 便用地形将它们困住 还差点把房子烧了 气得阿伟直跺脚 第二天 阿伟无意间发现了小洞 她查看监控得知 小美和苍蝇是一伙的 立即把小美绑了过来 她逼迫大壮飞到自己脚底 准备用82年的臭脚踩死她 不料大壮举起一根钢针 刺了她一个透心凉 心飞扬 阿伟强忍疼痛 一枪打了过去 还好大壮身法练过 灵活地躲开了紫带 大壮捡起钢针 一个助跑对着阿伟眼睛冲去 没想到阿伟摸到一块磁铁 反手把大壮困在上面 阿伟用玻璃割下大壮翅膀 又用钢针刺穿她的身体 趁着阿伟大声狂笑时 大壮爬到火药堆里打滚 阿伟见状哗然火柴 一把火响点燃大壮 但这都是大壮的计划 只见用力一跃 大壮穿过火焰飞到火炮里 一颗子弹瞬间穿过阿伟的身体 还把煤气罐打破 猛烈的大火瞬间吞没了她 阿伟 死了 故事最后 小美在街上被人骚扰 突然一只苍蝇袭来 把流氓直接淡翻 此时她已经换了新的皮肤 继续守护在小美身边 这是一部下饭的印度电影 估计也就印度会把苍蝇当主角 如果给你一只这么可爱的苍蝇 你想要吗 关注猫君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